还有另外一个饱受水患之苦的地方是台东县的利稻村 因为桥梁跟道路都已经被洪水冲毁 对外交通已经中断了12天 村民就像是住在高山上的孤岛 只能够靠着先人留下来的天龙古道 每天花上两个钟头的时间 把蔬菜背下山脉 再把白米背上来 但是这里却没有被列为灾区 当地民众觉得自己好像被政府遗忘了 隔着中断的南横公路 利稻村的居民无奈地在另一头苦等了12天 路还是没有修好 等不及的村民企图走过 坍塌的路面非常危险 在路的那一头 村民情绪激动地说 我们也是灾民 我们要的都没有入团 我们的东西可以一加上 可以改善我们的经济生活吗 不过山区的洪水还没有退 激流阻碍了公路局抢修的进度 路没了 但幸好还有一条天龙古道 村民就背着物资和山区的农产品 来回走了两个小时的古道 才把辛苦种的高山蔬菜背下山 再把白米扛回去 这条是围的道路 那很多商商的人都 都没有办法走下来 因为有些部分可能没有符合中央防疫的要件 那无法列为灾民 或者说是接受到一些合理的导致 那所以我们现在目前正在 沿岭相关的一些像农业灾害的补贴的部分去着手 这次的风灾南横公路西段毁了 东段也不好过 立道村刚好就在中间 村民希望公路局快点找出好办法 抢通下山的路 记者张明哲台东报导 在走聪迹的 broken 不管走规的东西 休息会 坏一个避免